歡迎回來水星新聞的現場 新聞繼續來看的這篇抗地 它是為了在國語市 林松東路和東二郎的路邊 原本是要做為都市街為當中的停車場用地 但是因為很多當中都沒有開票 所以就崩潰到現在 是相當的垃圾 也讓當地的民眾相當的困惑 幸好在近郵里長之前 在這之前是有交通租來經濟 環境是變得更乾淨 但是現在幾民竟敢希望說 在在完成經濟之後 可以進一步來進行的美化 也讓當地的機民可以給一處 休閒的好幾處 為在這 當二郎接近林松東路的路邊 這一個大片的抗地 原本在都市街為當中 將要背後 來做為停車場用地 但是因為當地的機民 又沒有集票的訴求 所以當地的訪問 集草中心 原本在這第三句 很多問題大救援的網絡 經由協調並存管理所 完成撐意 最近郭郵交通租接手 開始進行政定的作業 我們後面就是停車場用地 因為我們用地 停車場的需求無關 所以我們社區 和我們立辦公室 就是積極爭取 這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 做一個綠化 所以我們議員也很支持 變以勝 就是我們通過 我們市政府就是 由民政處 由這裡的網絡 這裡本來是一個網絡 由民政處 由這裡的網絡都刷掉 刷掉以後 我們交通廚 要經歷 經歷以後 後面 社區發展學會 他這邊 要做一個立美法 這是同案 合作的案例 我想後面 經歷起來以後 會變成 這附近社區的機民 很好的 休閒環境 現在整體組織 還要完成 讓原本在 空地上 雜草 網塘 自身的環境 已經改善不成 現在機民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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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讓當地的機民 可以多一處 休閒的好幾處 現在 牽牽起來 可以讓我們後生理 這個環境 生活比例 要提高 因為 這塊地已經睡了 差不多幾十年了 我從來做理事 這樣 來講 來跟他們用好 後生 我們要去做 這個 變理地 來做個 後生理 一個公園 這樣 老人 小孩子 有辦法來這裡休閒 目前港医市政府也开始进行协调 将由当地立场和社区发展协会 在下各位提出行进 以社区应该的方式进行 区来立在立法 除了说会当美化 社区里面的金管集合 也能提升附近的社区环境的美化 赛新新闻中右边王小三 港医期彩虹报道